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什么呢 有非常多的grain 它的方向是002 平行是一款102 但有微小的一些grain 比如说Almium Nitrite 100或101 仍然也是平行是一款100 surface normal 仍然会看到 这也是我们的结论 我们会有这种结论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知道看到的方向 通通都是平行是一款100 surface normal的方向 对不对 看到的方向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看 因为我知道这个架构 因为我知道我们θ toθ的架构 ΔS一定是平行subtrate 但我现在subtrate设定是一款100 那这个是知道它 那你分析的方式 就会不太一样 到这里没问题的请举手 好 这就是所谓difectometer的实验 所以未来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 看住要怎么安排 看住要怎么安排 你们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把试骗放到 我看看可不可以放大到 你可以看得到 反正放大到sample holder Sample holder应该在正中心 看不清楚了 那到时候 那到时候助教会跟你讲细节 讲细节 讲细节 那你取得数据 那你再去分析它 这个是 这里difectometer所要知道的 你说那difectometer只有 这个ceta to ceta schema 不会 它还有更多 所以我们看一看 第二个就是你常常看到 就是长单精的时候 你 什么时候最棒呢 但未来你如果继续做研究 就像你有一些学长姐 他们练硕士班 他们愿意花两年的时间 投入做研究 当然希望可以取得一些训练 你就希望长得训练 如果你刚好去一个实验室 他做掌模的实验的时候 那目标呢 希望是单精 我们单精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处理单精的时候 我们中国是很特别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原来一颗一颗原子 就像我这边一颗一颗原子 那有个平面嘛 那你说我要度东西 度东西挺难的 因为度来一次来几颗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老大 而且你控制力非常 你可以控制一颗原子 一颗原子 不可能的 控制分子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可以控制一颗原子 你就把它叠起来 你是老大 你就叠啊 你就叠啊 另外一个你说我再继续叠啊 你就再继续往上叠叠叠叠 这看起来都会像单精一样 不过我们就把它一颗石头 一颗石头 一颗石头 然后一个日头 一个日头 一个日头 好像叠起来 所以我们把它叫累进 我们就把它叠起来 就叫累进 我们这叫appitation 这叫appitation appitation film 它会形成一个薄模 那就是所谓的单进 这是所谓的单进 因为你是叠起来的 你怎么样 控制更复杂的 控制它分子过来的时候 或是你spot原子出去 乱七八糟的 等我出去 它后来会形成这个呢 因为不用太担心 因为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把50位男生 跟50位女生关在一起 那关隔30年 它自动会配对 你知道吧 会自动会配对 那它自动就会 我们把材料内把它关起来 在个系统中间 那给它适当的温度 一时压力 各种方式 那它就会自己叠在那里 它会自己 因为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原则在运作 但如果叠得不太好 就所谓tature 现在有人长出来了 很高兴了 然后就发表文章出去 结果reviewer就回来 会有审查制度 你发表文章内 我们有所谓审查制度 但清大人 就希望你发表文章在国际性 看得 你自己看得上眼 北人也觉得还不错的杂志 因为你大概都会有自己 有企图心 才会去念研究 你希望发表东西 有一定的水准 对不对 应该要 因为人家说你清大人 发表东西要有点水准 不用人家讲 你自己也要了解 所以你就会 投到比较好一点的杂志去 北人也就会找reviewer去审查你 看你够不够格 数据啊 不是你够不够格 你的数据够不够标准 可以蹬在这个杂志上头 他就会想说 那怎么知道你是个真正的担心呢 他有几个花招要你去测试 其中有一个叫X-ray rocking curve 想要知道你长出的品质到底好不好 所以X-ray rocking curve 它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 它原理是 如果我现在在控制这台机器上面 我这样控制的 我有个carp k-alpha打过来 打到一个材料来 现在可能是雷晶的 也可能雷的不太好 变成tactured highly oriented 那sida to sida 不过我现在决定在转d sida的时候 这个不让它转 机器可以控制它不让它转 就是刚刚是sida to sida scan 现在是这个让你转 够够硬 这不让你转 那转什么呢 就是这样子 就是转sida d sida 就从正的到负的 正的到负的 正的到负的 这叫rock and roll 就是所谓摇滚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不会跳摇滚的 有谁会吗 林班有哪一个最会跳的 要不要表演一下 要拍拍手吧 要吧 首先摇滚是这样rock and roll 然后就是摇滚去的 摇滚去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刚刚他笑的是 上上下下这样抖一抖 那个就不 那个可能是不同的rock and roll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叫 x-ray rocking curve rock and roll 把它叫rock and curve 所以rock rock and curve 並不是说它像石头那样 不是 是它在摇摆 那这个x-ray rocking curve 就是 就只有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在x-ray rocking curve 你大概 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我们要看看 我们的反晶的空间 我们的反晶的空间 告诉我们 如果我长的是单晶 那刚好award spirit 切到它就切到那一点 现在如果长得呢 不见得很漂亮 什么叫单晶 我如果长的是一个 creasal是无穷大 牌类好好的 跟我现在长的是个gram 是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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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在shabby fact 对不对 是不是 同意吧 最大的差别是shabby fact 因为一个是MNL比较小 一个MNL非常大 最大的差别是shabby fact 所以我的反晶的空间的点呢 就会变大变小 形状就不同 我在这图上假设 它出来仍然是一个sperical 是球形的 但它可能是柱状的 可能是平面状的 各有不同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它会变大起来了 变大 变胖或拉长都可能 这个就是所谓的反晶空间 现在rock and roll的意思就是说 我开始在摇摆啊 我在摇摆它 所以摇摆它是我四片在摇摆 所以摇摆的过程中间呢 它会切到哪里 它会告诉我们 它会要么就切到 我画不同颜色 它就有可能切到最左边 也可能切到最右边 但它会切呢 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嘛 其实不能这样降 等一下我把它拿掉 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在旋转它的时候呢 是旋转我的反晶的空间 但我的圆点那边没动 我圆点那边没动 所以旋转出来的 我们切到这一点 到时候我跟它切的时候 rock and roll 我在旋转的时候 我只会切从这一线这边 切到这边一线 因为我在旋转 我在旋转 所以你就会测到它之间的差别 如果角度很小 如果这颗很小很窄 非常小 就Crystal非常非常大 那我一转下去就没有了 如果Crystal非常非常小 可是这边很大 它在转很大的角度 它通通都会看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长得好不好 所以我们长得好不好 用这个观点来看它 就可以了解 但你如果不是在旋转的空间思考 就很辛苦了 实际空间思考 你就很辛苦 你在旋转的空间思考 就很简单 非常简单 因为这是Shabby Bank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晶体长得好不好 Shabby Bank在这里 一目了难 你很容易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要Rock and Roll 所以我们要离开Rock and Roll 以前我要告诉大家 虽然说我不会Rock and Roll 但是我渴望自己可以Rock and Roll 所以会跳舞的 不要不好意思 那是可惜 如果我们这本课 是结晶到色 And Rock and Roll 我就会加分了 但是它不是说不能加分 有点可惜 那我们看看下头 叫Fight Scan Fight Scan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它处理的法子 所以你可以了解 虽然说S-ray跟你讲 是S-ray打过来 可是因为在实际 咒业的时候 很多小小变数 所以我们就有点不同 所谓Rock and Roll 不是Rock and Roll 所谓Fight Scan 就是四片在旋转的时候 不是旋转θ角度 我们所谓θ角度是路射 然后θ角度 现在四片旋转是这样旋转 这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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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Fight Scan 但转可以转多少 可以转2π 可以转360度 它可以360度旋转 所以四片可以这样一直转 这样一直转 我们所谓Fight Scan 你要转这个要干嘛 转这个要干嘛 它θ打凸映 你为什么要这样转呢 那它是这样看的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现在有个Crystal 它是Highly Oriented Grand 高指向性的经历 有点就像你们坐在这个场地上 你每一个人都是单机 但是有的人这样 有的人这样 有的人这样 有的人这个样子 打个碎的 不管怎样呢 它都是立在一起的方向 但是个别是不太一样的 Top View看起来都是类似的 Side View看起来都是类似的 但是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把这种结构叫Mosaic Columnar Structure 就是柱状的Mosaic的结构 我们大概会这样看它 那所谓的Fight Scan 就是在旋转的角度而已 所以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旋转的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结构 它的Shape Effect 就会形成类似这样的Shape Effect 秉试图是这样长方形 测试图当然就是反经格 Shape Effect会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以后 那我的Fight Scan旋转不是Sida旋转 那我Sida是我路设 我这个Aversphere 我那见过我的反经格空间 你慢慢知道 我没有什么新花招 我就只有一招 就是呢 FCC就变成VCC VCC变成FC 这反经格空间的 从实际空间 转到反经格空间 然后我再加上Shape Effect 现在每一点 它可能刚刚可能是 FCC变成VCC了 假设这是VCC结构 那现在每一点Shape Effect 是不太一样的 每一点Shape Effect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刚刚有那Shape 来决定 那现在呢 刚刚是Sida这里 现在Fight Scan 就是把这整个 反经空间这样转 反经空间这样转 这样转呢 叫做所谓Fight Scan 你这样转的时候呢 会怎样呢 如果你刚刚打到切到这个 那你在转Fight Scan的时候 它那个Pig都在 就代表它切到这个地方 转的时候 转轴不会歪掉 如果刚刚歪了呢 如果你长的Film 是歪了一点点呢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长的Film是歪的 但是你在转轴上 Subshoulder 不知道它是歪的 转的时候 一会儿它跑进来 又跑出来 又跑进来 又跑出来 然后你就发觉 这Fight Scan 一会儿 后面那边切到一个 有Pig 在这边又有Pig 又离开这个球壳 因为它不在这球壳里头 不在 刚好球壳有交界点 不在这里 所以它可能切到这里的时候 它就一会儿进入球壳 一会儿出来球壳 一会儿进入球壳 出来球壳 所以360度 会切到两次 会切到两次 好 这是一个 如果你刚刚好 也切到差不多了 那一会儿呢 就都一直都有切到 但是会切到 这个 缓进格点的 不同的位置 对不对 有点偏 不同位置 所以一会儿Pig 强度强一点 Pig强度不强一点 强度强一点 强度不强一点 不同位置强度会不一样 所以你就看到Fight Scan 看到你长得 Hare you oriented 大概它的性质好不好 听得懂 而且听说 所以在缓进空间 思考上面非常简单 X-ray一路到底 未来我也告诉你 电子显微镜也一路到底 通通都只有这一招 所以我把这一招的招数的重点 放在脸书上面 我有写了三个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 我没有比你更棒的了 因为我也用这三招在思考 但比你好一点点 没有比你好一点点 就是我比你要熟悉 怎么去使用它 所以你需要花点时间去思考 怎么去使用 这就是我们讲的Deflectometer的几个 基本的用法 未来你在发表文章的时候 你会用到的 到博士受识有可能会用到 有问题的请发文 所以我们作业 我们待会请助教协助 看你什么时候做实验 去观摩实验 观摩以后大概就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让你写 那下面呢 我们要进入 X-ray的另外一个 叫Powder Method 这Powder Method 是一个早期 大家常用的法子 目前常用的法子 是Deflectometer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做薄膜 做薄膜比较多 如果你不是做薄膜的话 Powder Method 应该可能也会用到 但机会比较没那么多 我也选择它 是因为Quality里头 把这个当作一个重要的案例 那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那我想用这个 来帮大家思考 我们会用两个观点来看它 一个是从环境的观点来看它 一个是从实际观点来看它 那我们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 这个是告诉我说 如果有个X-ray 假设我们X-ray 假设我们X-ray 从左边打过来 X-ray打过来 X-ray打过来 我们X-ray打过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知道它是 大部分都Cover Kα 大部分 所以浪打是知道的 浪打就是浪打Cover Kα 那打到这里来 那打到这里来 我们会有一个 一个Holder 就是这个会有一个 让你可以把你的Powder 就是粉末 放在正中心 早期我们做实验的法子 是拿一根Ammorphous的东西 比如说牙签 当然你现在可以拿个简单的塑胶棒 大部分 塑胶棒有时候怕架子 它会有点问题 不过牙签 然后沾一点黏胶 放在Powder里头 滚一滚 就有一大堆Powder在这 你把它放在路径上头 那它会把底片 这早期做实验 目前可能用CCD了 把底片放在这个地方 一般就是放这样子而已 底片放在这里 结果做实验 让它花点时间照一下 那去显影就发觉 这是底片 假设这一点 这个是它 把它收下 我们说这个圆点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圈圈 这个圈圈到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它从这里到这里 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它角度是180度 半径你是知道的 所以2πr的距离你是知道的 换句话说 你这里可以把它转换成C1 C2 C3 你可以一直把它转换过去 因为你可以量长度 转换成为角度 这角度怎么算呢 这角度就是这个当做0点 这是当C等于0 然后C等于0 就开始往上算 因为往上算的时候 看它是切切切切到哪个地方 不过我们发觉这个是所谓的S 因为路色是S 然后跑出去的地方是S' 对不对 所以S跟S'夹要几度 叫2C的 夹要2C的 这个是它中间最大的差别 2C的 所以每一个都是2C的 所以换句话说 你量到的是2C的 2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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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转换成为C的 到这里没问题 请举手 有问题 请举手 因为我要确定你80%以上的没问题 再举一下手让我知道吗 没问题只举手 我要知道80% 那大家请放下 我再讲一次 因为我不喜欢自己在这边 教书教得很过瘾 结果我自己教得很棒 这样一直讲一直讲 结果你都吸收不了 这个不是我的目的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S'打过来的 所以四片呢 我现在把四片摆成这个样子 等一下我 我把四片摆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四片 假设有一颗Grain这个样子 那我呢 有X-ray 这边打过来 那有个平面这边产生的绕像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S 所以我现在发觉 我如果继续让它打过来 这当然是S 所以这有C的 这也有C的 这下面也是C的 这加起来就是2C的 换句话说 我S跟S半的夹角都出C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如果把它画一下 我发觉这就是所谓的S 这是所谓的S半 这夹角呢 就是所谓2C的 这样清楚的请举手 所以现在呢 我发觉做实验的时候 有很多S半都有 很多S半都有 所以只是 刚刚是这一组的 它可能是另外一组的 另外一组 刚刚是那一个 现在可能是另外一组的 所以我把它擦掉 不要混淆掉你 那我们慢慢就会 越来越清楚 所以我做实验的时候 发觉我这量这个 我说我这边有半径是R 你这半径怎么知道的 半径就是量的 这有个R 因为实验的器材的大R 是固定的 角度的说2πR 2πR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2πR 所以就量它的距离 跟距离的比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的2C的角度都大 所以假设你就可以2C1 2C2 2C3 就一路一路就量过去了 所以这是你做实验室量到的 但你在还没有分析它以前 你想奇怪 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呢 那好像这边有个对称的一个空 好像有个对称的圆圈 对称的圆圈 那我们想用反金格观点 来帮助大家理解 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你需要知道 什么叫Powder 所谓Powder呢 就是呢 有非常多个 Crystal A very large number of polycrystal 应该不是这样讲 对啊 对啊 应该 应该这样写 我英文好像写的 不是挺好的 正是我是台湾长大的 A very large number of grains with grain orientation in a random distribution 就是有非常多颗的grain 让它往不同的方向打过来 我们怎么样见过这个反金格内 这反金格的空间 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 一个grain的 你就画出一个grain的反金 一个grain里头一定是单金 所以你就是画单金的一个反金格 就画出来的 所以我这边就画一个简单的 two dimension给你瞧一瞧 现在呢 我有一颗grain 假设我是画成两度空间 它类似是正方形 其实是立方体啦 simple cubic好了 但我画在它这里 往后这个方向 结果另外一颗grain 跟它有一点点斜差 一点点方向有点不同 那我就画出另外一个方向来 第二颗 所以我画的第二颗 我就画出这一点 圆点还是在一样啊 圆点还是在这里 但它方向有点变了 变到这里来 它仍然是正方形 对不对 仍然是正方形 然后第三颗 我就该画 第三颗 听说也不太一样 不一样就不一样啊 没关系 就画 它正方形是长这个样子 但它因为都是同样的结构 所以它正方形就长这个样 然后第四颗 第五颗 一直画画画画画 后来请问一下 最靠近同样的正方形的 原来正方形的最低的距离 距离是这个啊 对不对 距离是A A会不会被连成一个 请问是连成一个圆圈 还是连成一个球壳 距离是球壳的举手 距离是圆圈的举手 圆圈是代表它两度空间分布 球壳代表呢 这Grand Orientation 四面八方随便分布 Poly crystal会随便分布 所以会代表 如果它Lumber无穷多个 就变成球壳 真正的是 它的Lumber不管等下都是有限的 所以会激进于球壳 意思就是说 我委托你盖个房子 你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 我盖一个球壳 那你住在球壳里头 好像你是住在鸡蛋里头一样 那你住在里头 偏偏它又没有盖满 上面就漏洞 漏一大堆洞 那下雨的时候 扣扣扣扣到处地域 你会看到一大堆洞在上头 因为你的Orientation Grand Number不是无穷大 所以它只是有限的 到最后我们会趋向于像个球壳 但上面不是满满的 但几乎快满了 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的空间 听得懂了 这环境的空间呢 告诉我们第一个球壳 第二远的 根号2A 会不会清成另外一个球壳 第三远的会不会清成球壳 会 环境的空间有无穷长的 无穷多个点 所以它就会有无穷多个球壳 从小到大 一路一路一路化过去 这就是我们 polycrystalline 在powder的反应的空间 它的反应的空间呢 你可以变成这样 这个通通都会有shary fat 那球壳是有厚度的 为什么会有shary fat 因为grain的都不是无穷大 grain的都小小一颗 小小一颗才会变成这么多 所以它都有个厚度 它都有个厚度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了解的 现在在这个架构之下 我要去做一个反应的空间的 只是找到反应的空间 不是找到绕色条件 绕色条件是 有个反应的空间是球壳的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红色的 现在我有个aerosphere打过来 会不会交到 一定会交到的 因为是球壳 所以两个球壳一交到 会交到什么 交到一个圆 所以我把这个画一下 这两个球壳交到 比如交到一个圆 我把它看一下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球壳 这边跟这个 它会交到一个圆圈 再另外一边 就是考虑这一个 跟这个 aerosphere跟单一个球壳 这没问题的 你记住 球壳交到一个圆 所以现在这个圆 代表接到的点 其实就是s' 所以我们对s' 所以我们对s' 会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空 surface 形成一个空 surface 所以我交到它 我就形成一个空 surface 射过来 因为射到一个圆圈 所以圆圈 其实都是s'的位置 都是s' 我射到个空 换句话说 当你有一系列的球壳 你就会形成一系列的空 空从这里开始 一系列的空 没问题的 请举手 当一系列空的时候 现在有个空在这里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好 当我形成一系列的空的时候 其实代表 代表的就是这个 这里呢 其实就是个空 这里其实就是个空 这其实就是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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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对 它是一个空 一个空 这空呢 现在我的底片呢 把它放在空的横条上 所以就切到空的 这个小小线段 所以我底片就切到 这个空的小小线段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现在这个地方 不听使用 所以我们底片呢 就切到它的空的位置 就切到这个 这个原来是个空 但我底片切子 切其中一段 这是另外一个空 我底片切一段 所以我底片切到空的 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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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小就越弯 看得出来是空 看得出来是空 如果你做那个 扁形的实验 你就看到这个 所以 反应的空间 帮助我们思考 它怎么来的 原因很简单 我能来用同样一招 就是两手策略 右手呢 拿着atmosphere 左手 建构反应的空间 但这反应的空间 我考虑两种 一种abc 就a star v star c star 但我加上sherify 那poly crystal 要考虑sherify 还考虑每个crystal 都要把它画起来 就变成球壳 那这个是 在使用它的时候 会是这样做 所以 也难怪 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个 那 我大概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那我们在下堂课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 跟大家谈 那 在传统上面 怎么去算intensity呢 我觉得它有一些教育意义 这算intensity的法子呢 这个是实际 作业需要碰到的法子 也把我们教的所有的 从点曲论开始到现在 一起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你的进度 可以一直跟着我 我下礼拜三 就会开始往这边走 我们会跟大家谈intensity 除了考虑structure factor 还要考虑multipricity factor 还要考虑它的实际 运作的一些shave effect 所造成的 不过传统法子 在考虑shave effect 是怎么考虑的 adoption 还有温度的vibration 大致上 可以有这种考量 那我今天上课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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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